不能丟康哥的臉 一進去就是要 我是藝人 有了哭手的臉 放了 然後要在這邊飲茶 吃啊吃啊 然後差不多過15分鐘 那時候黃昂姐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查過了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 鎖先生的婚紗是在 那個主管就 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啊 哇 你電視看起來很傻 請問一下是誰 去試那個伴娘的衣服走錯點 欸 全州上北路應該都知道了 我沒有了 這丟人丟到我真的 這婚紗戒 我現在真的婚紗戒 走錯店啊 對 有一天早上 這走錯分店啊 沒有沒有 有一天早上 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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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有一天早上 小康哥打給我 我說喂 妳說 妳當我半年好不好 我說喔 好啊 好 那妳去那那那那 去試婚紗 我說喔 好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要去啊 那我想說我一個人會害怕 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助理 一起陪我去 那我去的時候 我想說 不能丟康哥的臉 一進去就是要 我是藝人 然後就掃蠟 然後放了 我以為不能丟康哥的臉 到門口 怪名威士忌 來 吃 我一進去我就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土先生的婚紗在哪裡 我上次伴娘 黃小柔 我需要吃她的婚紗 然後我想 你看 多精明啊 然後一坐下來 下午茶就排好 哇 那個茶 餐點 然後妳還用了是不是 對 吃光了 好吃欸 然後又在這邊飲茶 吃啊 吃啊 然後差不多過十五分鐘 那我就很優雅 在這邊玩我的手機 然後他們裡面的那個 主管就走過來 他說 不好意思 黃小姐 我說 怎麼了 那個黃小姐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查過了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 土先生的婚紗 是在 好丟康哥 好丟康哥 然後我最近的臉就紅下 我就馬上站起來 對不起... 我實在不是故意的 然後那個主管就 沒關係... 哇 你電視看起來很傻 想不然本人也一樣傻的 臭白癡 好丟臉喔 對 然後呢 後續是再隔一年 我去試 還有啊 我去試愛麗絲婚紗 然後我一走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情緒之見 所以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 請問一下 他說 你不用怕啦 愛麗絲在這邊 我們這邊是 妳走對了 我是 對 人家還記得 好久喔 在業界都知道了 好久喔 那時候在關島 不要叫他 多屌 有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 我去看看他 我跟妳講 妳等一下繼續跌倒 打死你 對... 他真的差點給我跌倒 你知道嗎 我突然飛出去 好可憐喔 講回來沒事的 你口屁 不是婚紗 婚紗太長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 五次 緊張你知道 不是 那不是你結婚 你講什麼 比如說 好 這是Kiki 然後我是康哥 然後他是這樣子轉過來 在等我們 等我們走進來 然後比如說 好 看這一集 他本來就這樣 不是這樣 這樣瞪了我一下 我一下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開始走... 然後就開始痛手痛腳 然後後來就 他就這樣 然後就踩到我 我真的 要飛出去了 然後是柯凡柯把我拉起來 然後就看到 看個隱形就... 然後我就... 壓力很大 我一回後看 我會... 我看他有點照不住 他掛著什麼 他就... 他就... 那麼神聖莫偉大一個 然後... 對啊 你們的儀式 不是有四走一遍嗎 有四走四走很順啊 就是... 就是有搭穿拖鞋短褲 對... 對不對 四走是順的 他不講那一句說 你不要跌倒 我就不會跌倒了 所以不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 只要交了男朋友 就是只要認定了 他是我男朋友以後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給對方先... 認識 對 就先給對方看 好 那一年我碰到一個男生 就是我真的還滿喜歡的 所以我跟前男友分手之後 火速就跟這個男生 下一個男朋友交往了 交往之後呢 我就跟我想說 我好喜歡這個男生 你趕快... 趕快出來 然後我們就約了 就三個結束 有... 沒有 因為他每次交男朋友的時候 我都要出去 因為我會幫他做面子啊 哇塞 每次交男朋友 一定要啊 我們就一定要出去 就是想說 艾莉是多少人追 你追到他 真的是算你好運 是... 真的 我們一定要先這樣做 他要交男朋友嗎 他要幫... 我們都一定要幫的 那種一個固定講好的 那個台詞 我們說恩格六格 他交男朋友 我這樣去講說 你都不知道他多會做菜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有時候有點男生的個性 其實他很溫柔的 對... 我們要這樣加分 一定要加分 我們講好的 你昨天就帶了那個 那個時候我很喜歡的男生 我就說 小柔你趕快來 我要介紹給你 於是我們就約在KTV 大家一起唱歌很開心 然後就是 KTV到了 然後小柔就來了 然後我就介紹這個男生 我說他是小柔 然後假設這個男生 他叫做Michael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你好 然後大家可以唱歌 唱...唱完一半 然後小柔就對著這個男生 叫做Michael的男生 跟他說 小提議 之類的 然後你知道 問題是 那時候我很喜歡的男生 他知道我前男友的名字 哇塞 你真是幫到忙了你 厲害 沒有 我第一次叫的時候 我就想說 是啊 你還原現場 你還原現場 那時候你怎樣 我真是讓人 小姐 小姐 完了 然後他男朋友是 他是這種 督亂臉 馬上就 一定的 因為肚腦一定會督亂 然後我就看到他 沒有 因為我剛剛說 他是我的好姐妹 然後我就說對不起 好 我就想馬上打 我最近腦子不好 好 我老師不是很難 馬上拿你姓粉出來灌 狂算 我們大家就覺得 小柔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當下原本從小柔 甚至想說 算了 好 隔了四隔一週之後 大家又出來玩了 開開心心的 然後呢 黃小姐一看到那個Michael 就這樣 小 小Michael 小柔 對不起 你快退下 你現在退啊 我真的下跪 我真的下跪 阿里哥 笑 笑對不起 就退下 沒有 那是第三次 你還有第一次 對 你有 小吉是第三次 我下跪是第三次 第二次是他在我家 然後他就心情不好 然後他那個男朋友就出國 他就說我男朋友出國 他現在我沒有在家 他一定會擔心 唯一我最好的朋友 不會油然的就是你了 你一定要幫我跟他講一講 不然他一定會懷疑我幹嘛 我說好 沒事... 我一定幫你講 喂 小 你玩 打錯了 幹嘛 那個Michael 小吉是吧 小吉吧 對 我就掛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他當場 Alice就哭了 我小柔 你不要再害我 你要害我幾次 快快快快快 我想要架出去了 然後我就跟他發誓 我說我發誓我發誓 再也不會了 我發誓真的再也不會了 所以才跪下來了 第三次是因為在Lounge Bar 喝太開心了 我沒有叫小吉 我只是那個 我只是那個嘴巴 我就這樣 然後我跟妳講 我就直接就下跪了 我跪下來了 我直接就跪在Lounge Bar裡面 就跪著 我就說 我腦殘 對不起 對不起 好笑喔 所以就是他基本上 常常就在演腦殘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既然他腦殘的話 就可以好好利用他這個優點 就是可以 幫助我的生活過得更好 所以有一次我就約他出谷 對 因為我就約他出谷 因為我覺得人要殘的 殘而不廢 人又有用 所以他都承認自己腦殘了 我們就應該要讓他 發揮他腦殘這一塊的優點 所以那時候有一次 我就打電話跟黃小柔說 小柔 你有沒有護照 他說有 我說你有沒有簽 日本簽證 他說有 我說走 我們今天就出國 我們去沖縄 然後我就約小柔說 走 我們去沖縄玩 一個小時就要沖繩了 我們當年到了以後 第一天還滿開心的 後來第二天完蛋 開始下大雨 颱風天 你知道 在沖繩那個地方 你每天就是要曬太陽 你颱風天哪有搞頭 我們四天 三夜 第二天就開始颱風 我就跟黃小柔說 這樣我們真的不好玩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去 我們直接去東京 我們從沖繩直接飛到東京 這樣就可以玩了 所以我就拉著他 然後開始打電話 給航空公司要弄機票 航空公司說不行 你沒有辦法這樣改 我說世界上沒有不行的事 我就拉著他 我說走 我們去航空公司 我說你到時候進去的時候 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什麼事啦 我說 眼白痴 然後他就說 眼白痴 我說對 你就是眼白痴 眼白痴 然後他就想了很久 他就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要叫他做這件事情 你過來 你到我旁邊來還原一下 到了航空公司 一進去然後櫃台 然後櫃台人員在那邊 我就跟櫃台人員開始演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喔 那個啊 這是我妹 這是我妹妹啦 然後你知道啊 因為啊 他快點眼白痴 因為他智能飛船 所以 也太快了吧 真的啦 因為他智能飛船 我們的藥都在東京 我爸爸媽媽都在東京 所以 然後我還吐口水 為什麼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東京 請你給我們機票 然後就 我會直接喝喝喝喝喝 什麼 真的假的 真的 航空公司有被騙啊 不是 他的被騙他應該是嚇到了 然後想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他立刻就開了兩張 東京的機票給我們 好扯啊 你們不是傻了 太炸話了 你有沒有被抓起來還不錯了 真的行 沒有啊 他就是 爪詐走天下 因為你知道他最厲害的就是那個 白痴 沒有 我又記錯 對 我又講 他真的是我 很像 很像